《长平战役》 秦国已经拥有了决定性的实力优势 唯一能够独自抗击秦军的赵军一蹶不振 秦国吞并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 尤其是赵国 积总人口仅有五百多万 长平一战一共有四十五万以上的赵国青壮年男子战死 这导致整个国家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然而在经历了这样的诡秘性打击之后 赵国非但没有迅速的被秦国灭亡 反而在接下来的邯郸之战中 大败秦军维持了国家 直到四十年之后 秦国才完成了统一 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从客观实力问题和主观策略两方面来讨论 从客观现实上说 长平之战以后秦国的实力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秦军能够动员的总兵力在战国时期约为一百多万 然而在长平之战中 后人估计秦军的伤亡总数可能高达三十五万 最低也在二十五万以上 毕竟赵国军队是战国后期唯一有能力抵抗秦军的军队 赵武灵王胡福骑射训练出来的赵国勇士 绝对不是脑肿 而赵霍虽然只上谈兵 但却极有骨气 在战争后期仍不投降 拼命突围 这给秦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在遭受了如此重创的情况下 秦军的战争实力难免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滑 尤其是六国之中 除了赵国以外 其他五国都按兵不动未受损失 后来 秦军再次发兵雷公赵国的时候 魏国的信联军杰夫救赵 带领几国的联军 成功地把实力下降 且疲惫不堪的秦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从而解除了赵国的危机 所以说 从客观现实上讲 秦国虽强 但也没有强盗 当时就能彻底击败各国联军 并且消灭赵国的地步 展开全文 但是实力不足 并不是秦国不能灭亡赵国的唯一原因 在主观上的事物也是很重要的 秦国名将白喜在长平之战获胜之后 要求秦王密集成胜追击进攻残单 在那个时候 整个赵国还在长平的打击中难以恢复 如果秦军真的速战速决的话 虽不能灭亡六国 但是迅速干掉赵国应该是没问题的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 秦国丞相范居因为极度白喜的功绩 因而给秦王上书 要秦王立即撤兵和赵国言和 名义上说是秦军兵力已经告庆 不如见好就收让赵国割地赔款 实际上是防止白喜功劳太大 最终秦王也选择了范居的计策 让赵国割地了事 秦昭王一时手软放弃了继续攻击赵国 这就让秦国一个很好的 能迅速灭亡赵国的机会 白白地撸走了 给了赵国人喘息之计 在失去了赵国士气 最弱也最无力抵抗的时机之后 回过神来的赵国 就能君臣同心上下一心地抵抗爱敌 其他五国也看到秦国的强大组成援军 那时秦军就无法一鼓作气 消灭对手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